小时候我母亲给我算命 寿命只有四十五岁 我相信我父亲四十五岁左右 我大伯父也是四十五岁左右 我的祖父也是四十五岁左右 所以我一丝毫忌讳都没有 寿命只算到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没了 四十五岁那一年害肠病 我一生没住过医院 没害过病 我也不找医生 也不吃药 念阿弥陀佛求往生 为什么不找医生 医生只能医病 不能医命 我是命到了 寿命到了 与医生医药不相干 一心念佛 居然度过了 一个月身体恢复健康 又开始讲经了 第二年 我遇到甘筑霍夫 告诉我 你的这个关过了 我说什么关 四十五岁这个关口 过了 我说是啊 怎么过的 那个时候我讲经十二年 我是 剃了头就像讲台讲经的 三十三岁出家 三十三岁开始讲经 讲了十二年 它是你这个十二年 讲经的功德 度过了 它是你的寿命很长 你的佛宝很大 所以功德从哪里来 功德还是自己修来的 为佛法 为帮助大众 明了佛法 喜爱佛法 依教奉献 度一个人 功德就不够四义 度的人越多 功德越大了 自己要知道 要有这个认知 这就是智慧 能够辨秘 机会越来了 马上抓住 好好认真去做 无量佛宝 因果真有 绝对不是假 今年九十二岁 我自己没想到 早年心里想的 也不过去老爸时 就不错了 李老师往生 九十七岁 我说 我的寿命讲了 可能 跟他差不多 好